可能中国的一些做法有可能对他们会有一些期望 所以我应邀准备这个周末就向欧洲的欧洲国际协会做一个视频报告 就是向他们介绍一下中国的经验 我们更需要国际更大的活动 因为这个是人类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利益 钟南山称此前由于社会对一些突发性的传染病重视不够 所以没有持续地进行科学研究 这对研发新药的速度有一定影响 所以这一次来对新发的这个病 我的感觉在治疗上有点数省无省 只能够根据很多的它的原理 以及什么用现有的药来考 你想在这么十几天二十天甚至一个月 能够发研发这个新药根本是不可能 不可能 这是需要长期的经历 所以这也表现在我们这个预防控体系的一个问题 2月24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表决 通过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隔除滥食野生动物漏息的决定 钟南山表示 禁止令很有必要 但现在的市场现状是近而不止 吃野生动物本来就是人类的漏息 以前没东西吃呢 这个吃这个吃那个 现在隔壁吃野生动物呢 因为冠状病毒常常在野生动物里头有 今年才是2020 已经有三次的冠状病毒干了 三次 以后以前从来没有 第一次就是SARS 第二次MERS 第三次这个COVID-19 新冠状病毒都是冠状病毒 凡是我们发现冠状病毒的感染 凡是一看它有具体性 马上要严这个非常严肃或者严格的处理 马上要严防它的扩散 这一次就是一个极大的教训 假如说我们能够在12月初或者是甚至1月初能够采用这样的一页 这个严格的防控的措施的话 我们的病人将大的减少 目前国内很多企业已经有序开展复工复产 针对复工复产中疫情防控需要注意的问题 钟南山表示 工人来以后必须要接受一次检测 我们提出double check 就是双检测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这个核酸的检测 另外一个也做一做这个IGN的检测 两个检测 这样的话能够证明他真的没事上班 可以 这是我们的一个看法 第二个看法 所有的工厂 不管是自来水龙头 厕所 下水道都必须保持非常通常 特别是大企业的服务 小企业的话出现就是出现一个小企业 大企业服务要是聚集上的大目的感觉 将会对我们国家的企业服务带来极大